主料,小龙虾1000克,辅料,石油2勺,黄酒3勺,豆瓣酱2勺,黑胡椒粉,老抽1勺,蒜拌120克,生姜,紫苏,八角,花角,干红椒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准备好鲜活小龙虾。 龙虾用清水喂养2天,用小刷刷洗干净,沥干水分备用,准备好辛酸,生姜,切紫苏,干红椒,花椒,八角,生姜,蒜拌拍过备用,紫苏液洗净,切小段备用,锅中油预热,爆姜片,倒入龙虾,翻炒均匀,龙虾预热,三杯向锅外淘火,淋入料酒,炒匀,加入干红椒,八角,花椒, 炒匀,加入蒜拌,炒出香味,加入适量盐,炒匀,淋入老抽,炒匀上海,加入皮线豆瓣酱,焖三分钟,倒入紫苏,炒出香味,撒入黑胡椒粉,炒匀,焖好的龙虾盛入大碗,让糖汁充分进入龙虾中。 烹饭技巧 一,喜欢辣椒的可以多用花椒和干红椒爆炒,味道很不错,二,鲜酸的酸汁比较多,辣类相对老蒜白平和一些,酸味浓度也略差一些。 三,紫苏不可与鲤鱼一起食用,一生毒疮。 四,紫苏对关心病和高血脂有明显的效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